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局目前已经接获了至少101宗怀疑是因为空气污染导致身体不适的投报 由于当地的情况还没有缓解 巴西古丹国会议员哈桑卡林就促请政府从柔佛州政府手中接过应对机制 如果有需要就应该宣布该区进入天灾紧急状态 他强烈要求州政府严正看待这一次的情况 因为这一次的事件有可能会比早前发生的津津核污染事件更加严重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如来大促请安全部队尽快清理津津核的化学废料 他认为当地再度出现毒气污染事件 很大原因是早前津津核化学污染事件留下的后遗症 他说那些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的化学废料 已经扩散到周边地区造成空气污染 污染事件 我们必须确定 工作为清晰 或清晰这些东西 应该是最快的 Zurayda在布城出席 大马消证局开斋节 庆祝活动时 向媒体这么表示 他解释消证局时刻积极地 在巴西古当地区进行监督 以确保当地的情况受到控制 吉达州卫生局证实 最近在亚罗斯塔爆发的传染病 已经初步确认是 饥孔肯亚症 受感染的人数多达15人 情况受到控制 但是吉达州卫生局 不敢掉以轻心 出动了将近40名卫生人员 严格检查 同时也派专员喷洒文物 防止疫情扩散 吉达州卫生局局长 Dunorhizan指出 23名出现发烧 关节酸痛和皮疹的病人 已经进行了血液检测 其中15人证实 对饥孔肯亚症呈阳性反应 对骨痛热症成阴性反应 这些病患的年龄 介于35到50岁 在亚罗斯塔的私人诊所 就诊 目前情况稳定 Norhizan补充 为了防止疫情蔓延 卫生局已经采取行动 包括出动队伍 兵分几路沿着当地方 圆200公尺的街区 挨家挨户检查情况 捣毁蚊虫滋生的高风险地点 以及喷洒文油 另一方面 吉达州卫生事务行政议员 Dudhizmael也说 卫生局将会把喷洒文油的范围 扩大到当地方圆400公尺的地区 目前州卫生局已经检查了 342个建筑物 其中有多达16个建筑物 证实发现黑斑文的踪迹 首相Dudmaril什么时候会交棒 公正党主席Dudhizanwa 什么时候会接棒成为首相 以及副首相Dudhizanwanaziza 什么时候会辞去副首相职位 除了是全国人民关注的课题 也是在野党炒作的课题之一 Maril在接受美国媒体CNBC专访时提到 他已经做出承诺 不会担任首相超过三年 实现一到他就会下台 由安华接过棒子出任首相 Maril会让位给安华当首相 是在509大选以前就定下的承诺 不过截至目前外界都没有被告知 到底有没有设定一个交棒的时间框架 Maril两天前在泰国曼谷出席东盟峰会 并在泰国接受国际知名财经媒体 CNBC专访时就明确说到 他已经承诺会交棒给安华 他不会担任首相超过三年 Maril过去曾经多次表明 他会在担任首相期间 致力将我国的国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从80%减少到54% 而政府需要三年的时间解决庞大的国债 记者因此询问Maril如果三年实现已到 但是这个目标却还没有达成 那他是否会留任 Maril说他绝对不会再未超过三年 Maril被记者询问关于安华是否已经准备好接棒 Maril的回应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安华是否已经准备好而是他已经做出了 这样的承诺就必须遵守他的诺言 记者也问Maril是否信任安华 Maril的回应依然是这是承诺的问题 因此无关信不信任 另外首相Dor Maril今天再度捍卫被卷入 男男性爱短片丑闻的经济事务部长 Dashi Azmi Ali 他说Azmi没有必要效仿外国领袖 因为信爱短片而辞去部长职位 并强调辞职文化不是马来西亚的文化 Maril认为尽管国外有类似犯错就需要下台的文化 但是Azmi不需要辞职 因为信爱短片丑闻是有些人蓄意破坏Azmi的前途 试图把他拉下马 他不认为Azmi会这么愚蠢去做这样的事 甚至被拍下这样的画面 他在出席亚洲石油天然气大会回应媒体的询问时这么表示 他也说大马不要仿效外国领袖 据他所知 在外国如果飞机在机场坠毁 交通部长就会辞职或跳斗 但是这不是我国的方式 早前首相办公厅媒体顾问兼资深报人Cadyo Jacin撰文指出 涉嫌丑闻的领导人最终选择辞职 影射涉嫌男男性爱短片的经济事务部长Azmi需要引咎辞职 反贪委会早前向41个团体和个人 包括巫统在内追讨一马发展公司的资金 巫统领袖抨击政府这么做是为了让巫统破产 首相杜玛业今天驳斥 他说如果政府有意让巫统破产 早就采取行动 首相在出席2019年亚洲石油天然气大会时向媒体这么表示 早前巫统如佛州联委会主席德多哈斯尼表示 巫统不排除成立新政党或解散后加入现有政党的可能性 对此马哈六表示这是巫统自家的事情 但是他也强调巫统可以成立新政党 但是必须遵循国家法律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上个星期五宣布 将国优公司的信用评级从A1下调到A2 国优公司随后强调公司强稳的基本面是保持不变的 如今首相杜玛业也开声表示 他相信穆迪的评估并不会影响国优公司的发展 首相还说穆迪的评估未必准确 优优都不会影响国优优的 首相是在出席2019年亚洲石油天然气大会后 对媒体这么表示 马哈迪说 他相信根据国油现阶段所采取的措施 下调评级并不会阻碍国油的发展 马哈迪也说 有关的机构可以做出他们的决定 但是政府却不一定要跟从他们的建议 穆迪早前指出 由于国油公司和政府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因此不排除政府会干预国油的业务 影响国油公司的现金流量 或者政府也有可能向国油要求更高的股息 因此决定将国油的国内发行人 和外币高级无担保评级下调到A2 不过穆迪同时也宣布 将国油公司的展望从负面上调到稳定 为了应对儿童性犯罪问题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制作五个和新教育有关的宣传短片 这些宣传短片已经上传到儿童版YouTube 并且会穿插在卡通的视频中 借此灌输小朋友自我保护的意识 防止他们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 身兼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 万阿西萨在部城推介这项活动时说 该部门注意到现金孩童接触和使用 网络的时间有增加的趋势 而多数父母都会让小孩通过儿童版YouTube 观看视频 当局因此决定在视频中 穿插性教育宣导广告 希望借此提高儿童自我保护的省觉 这五支宣导广告将以有趣的卡通形式呈现 万阿西萨也说 提早接触性教育和知识 将有助孩童避免沦为性犯罪的受害者 预料全国将会有大约15万名儿童 观看到这些宣导广告 万阿西萨也呼吁家长 如果孩子面对性骚扰或性暴力事件 可以拨打24小时关爱电话15999 或拨打紧急热线999寻求援助 任何人一旦被发现向儿童 散播任何形式的色情资料 将可以在2001年儿童保护法定下被提控 一旦罪名成立 将被罚款不超过5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20年 或两者监失 我国的巧克力出口量每年都有增加的趋势 从2015年到去年 我国的巧克力出口额就超过了5亿6千万令吉 原产业部长郭肃沁指出 这些出口的巧克力都是来自国内51家公司的产品 而我国的巧克力目前已经出口到全球128个国家 郭肃沁还鼓励国人可以多购买本地的巧克力 送给外国朋友 在2015年 我国的巧克力出口量是4亿7千099万令吉 而在去年 这个数字就提高到了10亿0300万令吉 目前 我国巧克力产品的主要出口地点 包括了5个国家 分别是新加坡 印尼 日本 美国和中国 我们的能力 成为世界上的巧克力 最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我来到马来西亚 在吃巧克力 看什么饭 然后吃巧克力 做到马来西亚 我们必须控制产业 我们的产业 所以我真的愿意 看我们的产业 和巧克力 会更加 郭素庆是在柔佛州市乃国际机场大厅 出席推荐本地原产品和可可制造的展销会后 发表言论 在全球处理可可豆的国家当中 去年 我国在亚洲国家当中是排在第二位 全球则是排名第七 掌控了亚洲和大洋洲22%的市场 郭素庆也认为 本地的巧克力产品在品质方面相当高水准 包装方面也相当独特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 我国的巧克力出口量已经达到了2亿3342万令吉 我国的可可种植地一共占地12000英亩 主要分布在沙巴 沙拉越和彭亨州 隐君子开车冲撞领检警员 嫌犯遭到逮捕 柔佛州三浦野象被毒死的事件 当局已经把野象的肝脏和肾脏 送到化验室进行化验 华语新闻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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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验室 继续看国内新闻 一名隐君子开车遇到领检时 竟然冲过路障 直接冲撞两名警员 导致两名警员受重伤 闯下大祸的男嫌犯事发后 汽车逃跑 并把身怀六甲的妻子独自留在车内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警方在追捕行动中成功将嫌犯逮捕归案 据起事件发生在早上10点45分左右 这两名受伤的警员 分别是55岁的哈斯诺部长 全身都被撞伤 而他35岁的同事阿曼哈萨基部长 则是左脚受伤 沙阿南警区主任巴哈鲁定助理总监 证实据起事件时说 招货嫌犯事发时 车上载着22岁的妻子 不过在遇到警方在路边临检时 不断拒绝停车 还猛踩油门冲过路障 随后在先后撞伤两名值班的警员 事发后嫌犯开车扬长而去 不过嫌犯在把车开到 三公里外的沙阿南18区后 就下车逃跑 留下已经怀孕7个月的妻子 一人在车上 无论如何 嫌犯最终还是被警方拘捕 警方经过初步调查后发现 嫌犯罩获钱曾经吸食冰毒 此外他也是一名前罪犯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7条文 和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调查具体案件 这个月初 柔佛州一个肝膀发生 三头野象被毒死的事件 有传言指怀疑有人在香蕉树 涂抹毒药 导致野象被毒死 对此柔佛州行政议员 阿米诺胡达指出 目前当局已经把野象的肝脏和肾脏 送到化验室进行化验 估计化验报告需要三个月才会出炉 阿米诺胡达指出 大象被毒死的案件在当地 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在2018年时 也有一头雄性大象 在同个地方被毒死 目前野生动物保护局 已经介入监管附近地区 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他表示 三头大象被毒死的案件 将在2010年 保育野生动物法令下 展开调查 此外阿米诺胡达也表示 截至本月 居卵县已经接获十亿宗 关于野象肆虐 摧毁农作物的投报 对于这样的情况 当局将继续为农民和象群之间的矛盾 做出努力 希望能够缓解相关问题 他也建议 面对象群肆虐 影响生计的村民 可以成立乡村社区管理理事会 或是可以建造沟渠和围栏 防止象群进入农作区 有不法分子企图将超过 四万五千只虾苗 偷运入境 结果遭到大马海市执法机构 识破 并逮捕了两名男子 同时也冲攻了一艘渔船 和十九箱虾苗 总值超过九万令吉 大马海市执法机构 巴珠巴侠主任 王马奥曼透露 该机构和大马普通行动部队 以及海洋监控系统 在凌晨十二点五十分 在马普河联手展开取缔行动 他指出 执法人员在检查船只后发现 两名嫌犯准备运在十九箱 总共四百五十包 红熬熬虾的虾苗 偷运入境我国 便将他们逮捕 并冲攻相关货物和船只 瓦曼透露 在文告中指出 这起案件将在1967年 关税局法令和1985年 渔业法令下展开调查 大马海市执法机构 将继续取缔任何违法的海上活动 他也呼吁民众 如果在海域发现任何违法行动 或遇到紧急事故 可以拨打999热线 或联络大马海市执法机构 巴珠巴辖区 滨州速读组22号 倒破一个毒品集团 起货市价大约70万英级的毒品 并逮捕了一名23岁的 乌亿男子协助调查 滨州总警长 今天在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他们是在威北 施布朗在野和威南 星巴安拔这两个地方 展开毒品取缔行动 在这一次的取缔行动中 他们起货的毒品 包括38.9公斤的海洛因 4500颗摇头丸 以及810克纯海洛因 毒品总值大约70万英级 根据警方的调查 被捕的男子在过去6个月 一直都活跃于贩毒活动 该毒品集团扮演中间人的角色 也就是在出租的单位里 将毒品包装后 供应给本地市场 他表示 该名男子已经被延扣七天 协助调查直到本月29号 警方已经援引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 调查此案 香港示威者到医院求诊时 遭到警方拘捕 引发病人隐私 外界的疑云 习近平确定出席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习特会将成为众服系 稍后回来聚焦国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9年帕尔玛超级游艇杯 早前在西班牙海湾精彩上演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张崇林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